母爱在世界上是最伟大的存在 正所谓女性奋弱 为母的刚 每一位母亲在生产的过程 都是甜蜜和痛苦并存的 一方面她们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 另一方面也要忍受分娩的痛苦 去统计 准妈妈在生产时要承受12根肋骨 慢慢断裂般的疼痛 大部分每当妈妈的女性 都是从电视剧或者电影上 首次看到生产的痛苦 她们通过片中女主角面部表情 来感受当时的剧痛 所以女性要有好的演技 才能成功把观众带进戏中 从而触动她们的心灵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下哪些女性在戏中生产最真实版 佟丽娅在天涯赤子心 这部戏中饰演过分娩的戏份 当时戏中打雷下雨 营造出紧张的氛围 佟丽娅靠着面部的表情 成功表达出生产的痛苦 叫声也很符合常理 从面上可以看出她很用力 只不过缺缺了少许的汗水 这就让佟丽娅在这次分娩戏中减了几分 冯绍峰和林依晨曾合作过《蓝陵王》这部戏 林依晨在这部古中爱情剧中也有生产的戏份 我们的林依晨很少接触这类戏份 因此也有些难为情 不过在自己的演技上还是表现得十分真实 她还懂得从细节入手 例如脸角上最后的用力都是满满的戏份 这个小小的动作成功弥补了面上表情的不足 在一路惊喜这部戏中 赵丽娅也有生孩子的画面 戏中做了一位早产的准妈妈 赵丽娅从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痛苦 甚至在分娩前还吃起了巧克力 估计是为配合这部喜剧片而制造出的搞笑氛围啊 任性又残暴的吃相 也让一旁为她担心的女神萧敬腾无奈起来 当时画面十分具有喜感 咱们的影宝在眼神娃娃 戏也算是够奇葩的了 范爷的蝉子戏出自小鱼儿语花无缺 当时她的表情也未免有点丰富了 一瞬间连嘴都痛歪了 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 咱们的范女神过多的面部表情 也会让分娩画面显得不够真实 从画面上看嘴巴还是有点僵硬 让观众难免有些尴尬 不过也难为了首次接触分娩戏的范爷娃 最后一位也可以说是蝉子戏最真实的一位了 孙丽在芈月传终是演芈月 一位 未协胜